然后他会叫 他会回应你 叫到耳的时候 他动也不动 视若无睹 奇怪了 他到底想着 佛都说假名 实色 一切都是假名 我们说是凡夫 说是英雄 说是男 说是女 说是佛 说是心 说是物质 一切都是假名 都是假名案例 假名案例 假名失色 一点实意都没有 所有的文字语言图像 都只是假名案例 一只鹅 从小你叫它鸭子 它就自以为是鸭子 它就跟鸭子 这个声音 identify在一起 就identify 就联结在一起 就认同了 认为鸭子这个声音 就是我 人就是这样 不是人 连鹅也这样 牛也这样子 一切的生命都这样子 都identify 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实相 都identify 外面的东西 外面的东西 这些名言失色 所以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把自己identify为学佛的人 但是我们有一位非常尊敬的 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都在上维世学的课 你看多伟大 他并没有把自己identify是天主教徒 他却能够来听闻佛法 而且我在讲佛法课的时候 我也经常讲 其他的宗教是外道 没有看到实相 可是我们这位菩萨 还是继续上课 我已经讲了两三年 他还 他继续听了两三年 因为我一直在讲这个维世学 一开始通通是在辩证 都在辩证诸法实相 都是在说明一般凡夫的心是怎么样 还有印度当时其他宗教派别的心是什么样子 他们是如何认识这个人生 认识这个宇宙的 那会是讲所有宇宙其实都是我们心的呈现 但是因为我们的心转动太快了 一坛子九百个刹那 一刹那九百个生死 这么一坛子的时间 我们心已经动了八万一千次 这个除非是一个禅修者 一个禅修有成的人 他讲不出这种话的 除非他的心非常宁静 宁静到能够看到诸法实相 能够看到一切诸法皆空 一切诸法只不过是众多的极为 我们讲极为 极为不是真实存在的 极为是假明暗立 佛法上面称之为 这种假明暗立 是一种念慧 就是禅修者呢 用很安定的心把一个物质 一直切割 一直切割 切割到不能再切割了 极为 为视觉变症 这个极为 我们现在所讲的原子 这原子是真实存在吗 如果说原子是真实存在 它应该有方分 有一个空间 有一个物质 有方分的话 就是可以继续再切割 如果说可以继续切割 它就不是物质 如果它不能够继续切割了 它就不真实存在 它根本就没有存在 世间没有一个存在的东西 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那个叫做空性 空性 我们之外 看到这个图 看到这个图 对了 可爱的林真 测测你是男还是女 有一些男人性格中有女人的特质 有一些女人性格中有男人的特质 我们在座的都是大丈夫 因此大部分都看到 看到鸭子 大人快就找到鸭子 有些女人性格中有男人的特质 测试一下 你是纯正的男人还是女人 凡是第一眼 不是看第二 第一眼看到这张图 是鸭子的 那就是他男人的特质比较多 心不够细 看到鸭子 真的是鸭 没错 如果是第一眼看到的是兔子的 就是女人的特质比较多一点点 大家都学佛了 所以大家都变成大丈夫了 大家都已经是大丈夫了 大丈夫了 OK 好 在这里 诸位再看一下 这些图 看一下 仔细的看 然后你的眼睛 转动 转动 转一下 这个 右转三圈 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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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发现什么 还有你眼睛不动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 嗯 发现什么 啊 眼睛绕圈 三周来转 如果 你看到了什么东西 表示你的心在动 半年内 你的感情生活 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 啊 其实这些都是视觉误差 这些都是在测试 我们的心够不够定 当我们心能够完全临静下的时候 才能够看到真相 看到真理 诸法实相 见到了诸法实相 就是佛 如果没有看到诸法实相 看到这个世界一直在动得不停 那就是反复 那就是反复 我们生命的层次 就是如此 佛呢 并不是代表他是一个 什么样神奇鬼怪的人 没有 没有 佛只是一位心 灵静到 能够看到 能够看到 诸法皆空 能够看到 这个世界的真相 世界的 万物 表面上 似乎一直在动 但其实都没有动 其实并没有一个东西 从过去到现在 到这个未来 没有 没有一个主体在的 佛法说 佛法说是无佛的 Sabe-tama-anatha 三法印 第一个法印 是 Sabe-sankhara-anindja 第二个法印 Sabe-sankhara-dukkha 但是第三个法印 就说 Sabe-tama-anatha 第一个法印 第二个法印 都说 Sabe-sankhara Sankhara是什么 Kara Kara是造作的意思 我们讲业力的业 叫Karma Kara就是造作 有所造作 以世间的现象来看 师父有所造作 有生 有主 有意 有命 有在改变 什么叫Sam Sam Sam就是生起Samkara Samkara的意思是众多 所以Samkara 就是众多的 做众多的行为 众多的改变 中文翻译成行 Sabe-sankhara Sabe-sankhara 一切诸行 一切有为法 凡是会动的 凡是有生灭的 缘起原灭的 有所变化的 就是DUKHA DUKHA就是逼迫 逼迫性 就会有逼迫性 因为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变化 我们碰到陌生的人 来到陌生的环境 我们心一直在动 我们就有逼迫性 可是第三个法音 叫做Sabe-dhamma-anatha Dhamma Dhamma是法 法就是我们所有能够想象得到 意念中任何的起性动念 任何的现象都可以称之法 大约可以分成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世间法是anatha 无我 初世间法也是一样 anatha 无我 ata是有我 anatha是无我 为什么第三法音称之为诸法无我 也就是诸法空性呢 有微法是空性 连无微法也是空性 大圣佛法讲空性 其实在原始佛教就已经讲 无微法也是空的 无微法也不是真实的 无微法也是相对于有微法 而安利并不是真实存在 只要我们心够定 够临近 够临近 完全临近下来 完全临近下来 我们知道一切皆空 我们不会identify 不会identify说我是佛教徒 不会identify说我是天主教徒 我们到清真寺 我们到天主教堂 地主教堂 照样我们很自在 天主教徒 伊斯兰教徒 来到佛师里面 以照样要很自在 一切的中兆 只是假名安利 只是人安利出来 在某一种文化背景下 产生的东西而已 它只是一个人类的思维活动 不是真实的 包括这里 圆解经就已经讲完了 因为圆解讲的是什么呢 一切诸法的实相 人生的实相 圆解 这是圆版的觉悟 当你完全觉悟了 看清了真相 看清了 在座有一两百人 这是一个很庄严的讲堂 我们看清了实相 我们就不会被这个现象 假象所迷惑 这是圆解 在圆解经里头 世尊说 一切众生是佛 并不只是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已 是一切众生都是佛 而且一切众生现在就是佛 现在都是佛 意思是一切众生现在都是可以圆解的 可以圆解的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没有圆解 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图像 其实是被这些图像所迷惑了 被这些图像所带着走了 我们的心不够临近 不够有分析性 当我们有分析性 能够把很多事物 这样子很仔细的分析 我们碰到问题 生活上的问题 公司的问题 或者是学习上的问题 佛法上的问题 宗教人生的问题 只要我们仔细的分析 我们就发现实相 一切呢 一切呢 都只是真如 都只是空空如也 都只是 如幻 如梦 主位 在看 看到了什么 现在 我们已经学乖了 不要被骗了 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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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一点 巫婆 好 好 主位的心 都是很美丽的 你的心情怎么样 当你心情好的时候 能够看到少女的脸 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看到巫婆的脸 是心在看这个图像 而心怎么看这个图像 是阿拉耶士中的种子习气 在看 我们阿拉耶士 里面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图画 我们呈现出来的 看到的 听到的 就是什么样子的世界 唯是学一开始就在强调 唯是无尽 这个境界都是虚妄的 所有的境界都不是真实存在 始法界不是真实存在 人生 宇宙 万物 都不是真实存在 都不是真实在 一切都是我们心事所显现 我们心在解读这个世界 解读这个世界 天神看到水 叫做琉璃 我到普陀山去草山 普陀山就是在海中 以前都读到 普陀山观星菩萨的道场 是琉璃世界 我在那边看到老半天都看不到琉璃 原来我是凡夫一干 如果我是天人就可以看到琉璃的世界 琉璃的世界 琉璃的世界 是心在呈现这个世界 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如果用 出生的心在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出生的世界 出生的业力 我们的心是人 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人的业力世界 人的业力所呈现的世界 当我们的心是圆绝 当我们的心能够